从来没有人能够反思老K 安静说他想试一试 反三的话其实大家看的就是不少了 然后要反思的话估计可能唯一有一次 可能就是这个吴志辉的千贺 还没有人能够做到一般的人要反思老K的 来看这局啊 老K的刚才呢是跳过地之后 直接一个战兵再抓 然后打赢对手带走对手 八成跳过去压制的时候套路贼夺 你防不胜防啊 秒杀了这个八成之后好 哎跳跌啊 他做的抓判定很强啊 你跳跌我就把你给抓掉 钻球 好漂亮啊 这一波他打中对手已经预判了这个八成的能量闪生了 而且走了一步然后抓一个身后啊 像这种招的话一般都是很高手的招吧 可能得三线二线以上啊 正常打的人才会有这种招有这种意思啊 很多招其实并不是说你天赋多高是吧 而是你打的多了看的多了记得多了你就学会了 这一波也是直接掏到下盘之后必杀然后残险拿下大猪 好我们看安静啊安静感觉他的大门手术也相当给力啊 我上次看他的很无语啊很牛皮啊 好葵花开中 这一波投上斧还是相当及时啊 好直接一脚 好伤身过来跑上斧啊 啊迪雷阵 好再跑着啊 嗯嗯嗯这是输了还是想要晃一下骗一手 好跳低之后 然后再跳底 落地的时候啊续晃一下那个招哈 啊灰空这种阵法比较难啊难度挺高的 我去这么多血啊 大门的血居然回满了 我去跳西落地刚好躲头上扶然后蓝球山 这个身卫身法非常绝妙了 地板都是被擦出火化了哈 感觉这个黑色大门喷勃而出啊就想要蓝球山的感觉 那老K也是不慌张啊 我也跟你跑来 哎呦一个香沙刚好双双倒地啊 捉捏啊 好反思老K看看能不能做到吧 加油了少年 都是两个气啊 回到同一起点 我老K堵了个手 好猜一下 哦呀刚好一脚命中前冲的黑色大门啊 厉害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